当着镜头 这完全不做假的了 Photoshop我是专业了 我从1990年代初期 我就在用Photoshop 我看到在刺刺眼眼 在去背景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 然后我更是大胆的主张 我们应该跟AI做整合 这样子的话才有无限的空间 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的视觉 跟我们的头脑连接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个人的主张 接受它不接受它无所谓 反正这个我也不求力 我就一个一个来抓在手上 在镜头面前 直接呈现给让大家看一看 如果有什么建议 我很想听一听 我今年当然我有分了好几波的作品 在大概9月份开始 我开始把我的精神放在做 瘦比利的人物造型的方面 这也都是一个练习 我说了我把我的一整年的时间 非常有限 就是下班每天下班有个两个小时 周末比较长一点 然后都投入在这方面 希望有一点结果 然后我还想尝试一下 今年把它当作是一个 磨练自己的一个年份 希望把场景也做一做 人物也做一做 在AI整合也玩一玩 这样子的话 也许到明年我可以开始出比较完整的作品 其实这个作品大家都知道 不是说你想要做就做得出来 而是镜头碰到了你手上有几个东西 然后凑在一起做 另外我还有一个常常有一个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的模型常常是可以一做再做 这跟烂尾的概念很像 也就是说我可以有第一次release 第二次release 第三次release 可是我每个阶段 我其实都不认为它是烂尾 而是在做的时候 往往有更新的想法 我可以通过不管是洗掉 不管是加覆盖 再继续进行 所以我就从人物的这一批讲起 然后再往下我会讲到 包含的是今年初的 有关于表面命理的表达 就从这一件开始讲起 那这一件的话 其实是我做的唯一的一个六分之一比例的 那这个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说 我可以表达的事情 比较超过我想象 所以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上网去找一些 有关于人的静脉动脉在身体上的分布 然后想要试着看 表达看看 就是透过表层的肌肤 然后表达血干浪浮现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有微微的呈现 不能够太清楚 这是微微的呈现 然后这些地方 大概肌肤的感觉 手上动脉的感觉 这边表达的比较仔细一点 然后当然是比较强调腹肌 六块肌的表达 脸部的话大概也是重做了好多遍 包含它的脸颊 然后下巴的 然后这个中间还有一块亮色系的表达 它的唇色它的眼睛也是重复做了好几只 所以这个大比例的东西都是可以有这种让我允许有个自由度可以重复的操作 这个是在这个少数的六分之一的作品里面尝试好多细节 我看到也有类似的作品 其实我也做了一个十二分之一的 大概那个都是侧重全身的肌肉表达 很难像这样子 每一个肌肤的细节 然后反光度 然后还有血管的表达都表达那么清楚 这是很少数的主题 做小人物的第一件 第一件 那这个是其实做了两遍 第一遍的话 肌肤表达不对 眼睛也化成斗鸡眼 然后隔了一个月之后再拿起来再重划过一次 其实第二次就接近我的想法了 所以我说模型作品事实上是可以重复的绘制 那红法是第一次就尝试了接近我的想法了 所以红法是可以接受的 之后的话 我有尝试做过男生的 这一个算是Viking里面的作品 男生的话当然就是强调肌肉感 肌肉感 然后这个表达的并不理想 这个肌肉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 一个勇士的肌肉到底该怎么表达 这个我是能够做的有限 至少知道说这个是皮脂的感觉 这个质感 大概我都不能掌握 可是他的肌肉感觉我觉得还是有待坐摩 肌肉的感觉 因为十二分之一的话我大概从尽量能做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事情 另外一件男生的作品就是这一个Ragno 因为我Viking的剧集从头到尾跟得很紧 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个人物和他的细节 所以我就开始去做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的话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都熟悉的知道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光头的人 他的皮肤底下的那个筋 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这边也把它做出来 他的侧面可以看到他头皮的这个两个层次 这边也是一样 因为灯光的关系照得过亮 至少可以看得到他两个层次的头皮 甚至他那个全身都是肌肉 连头皮上都是肌肉 那这边有青筋表达的细节的东西 我还颇喜欢这一件作品的笑而静致 在这个时候对皮肤的表达比较精准 所以和眼睛皮肤的表达都大概到位 类似的作品在网络上也看过很多 有些人甚至可以把那个胡须 像国内的作品都把胡须这种真正的胡须表达 这个相较之下 这个欧美都没有做到那一步 可是各有好处啦 我都可以接受 OK 接下去是连续是两位女战士 女战士当然表达她的女性的魅力 还有她的肌肉线条都是她的重点 当然她的肤色因为她的故事来源是南美的 她是远古的 她是根据Marble的故事 加拿大的The Fear已经告诉我说 说这些东西小心版权问题 所以我当然就反正也无所谓 我也不求命不求力 我只是做个Hobby而已 所以无所谓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肌肉的表达 腿部线条的表达 腿部的线条 我一直最夸的是她漂亮的臀部的色彩 这个都是靠 然后细节是用色鉴筆画的 腿部线条 做这个人物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是她的头发 头发要表达的真的跟人的头发很像 这实在是不容易 因为一个塑胶材质 要表达出真实的头发 所以这一块的话 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再去磨练 或至少经历过一次 总是一个学习过程 再看另外一件作品 说到他们两个是同一个故事来源 这边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衣服故意已经开始尝试做透明的质感 上面这一件是算成功的 这下半段并不成功 其实画了尝试画了很多遍 可是并不成功 重复的事情是机理 三块机 然后这些钻石的亮光的表现 就是画出来的 它的这些钻石的表达 这个它的脾肩 是布的质感 所以这是第一次开始尝试画 那个所谓的translution的感觉 就是反正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步骤 好了既然有了第一次的练习之后 往后我就开始尝试真正的 所谓的透明质感的表达的练习 这个是如果你没有看 Peter Pan的话 那里面的女生叫做Wendy的这位主角 她的以太为人物造型 然后所发展出来的Wendy被绑架 然后下面还有鲨鱼在回游 然后她受威胁惊恐的状态 当然做得为一个Victim的话 那当然就是要怎么让她越气惨越好 所以给她故意画成 原来别人并没有做到像我这么透明的质感 别人就是把它画成衣服的模样 那我刻意把它当作我练习的靶子 所以把它画成 然后其实我有来回的修正 也就是说刚开始透明的一塌糊涂 后来我慢慢把它架了一层物状的东西 把它的那个透明质感拉回头一点点 这个是故意的 那你也知道我在车库工作 我的小孙女就在旁边玩了 所以我当然要比较控制一点 不过基本上我想表达的事情大概都表达到 你可以看到腿部 然后宽骨这个地方 然后臀部这个地方 所以大概都想表达的事情大概都表达出来 同样的头发是一再做重复 可是并不是很成功 这个是也许以后还有机会 也许到2020年我再去磨练头发 这个这一块 说到用绘画的方法表达机壳上面的硬力变化 这个是老飞机通常比较强烈一点 这个眼前看到的这一架 当然是等于是我小时候 我看过的一些老旧的美军的直升机 我用的是美国海军的涂装 你可以看到红色形影的标志 表示它有救难的任务 然后在机壳的表达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一块 就是用绘涂的方法来表现它的 机壳的因为硬力所造成的凸起 还有原来它跟的骨架 就是连组骨架那一段 所以这一些 这是一种老飞机 在这一架上面可以表达它比较夸张一点 所以我就算转一转角度 看一下 角距落在这边还是可以表达一些 甚至机壁这个地方都可以表达一些它的 其实是平的 可是用滑涂的方法表现它凹凸有致的模样 来转一面 可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些 我们在细节表达上面 所以可以整线的通过色彩 来表达出来的感觉 OK 我们换一个製作系 MH-52 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 它的除了跟Chinook比起来 它是再重量第二大的一个重型的直升机 然后这个 我用的是美国海军的涂装 不过戴着MAT 好像我是 其实我爱的是它的飞机造型 涂装其实在我来说是最吃药的 然后表达的重点在这边可以看得很仔细 这个是通过也是明暗色彩的深浅 来表达它的硬逆的效果 当然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一块它是用打磨出来的 因为这个是在常识更多 然后这边有些表现干燥区草湿区 草湿区当然就保持深色 那干燥区就泛白色 所以机身上好多地方都有这些表达 潮湿区跟干燥区的表达 用这个表现出飞机表面的凹凸的感觉 甚至在螺旋桨下方都有这些事情 这个是一个我惯用的手法 所以一旦习惯了 大概就知道说 在平阶段的一个细节 我该这么做 那我把它挪过来看细节 这边就可以看到机尾部的细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